我今天取消了一个网站备案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有几个网站 其中这个网站呢好久没用了 感觉以后也不会再用了 我今年就没再续费 域名如果不续费 阿里云就会通知你有风险 因为备案是生效的 前一阵子也有人联系过我是否要卖 我这个域名应该能卖个几百合钱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不能够先取消备案 我认为这是有风险的 说白了他就是想用我这个域名 要搞点事情 我这个域名主体要承担点责任 我不想为这几百块钱惹麻烦 所以说域名也不想要了也不卖了 但是呢也不能不管不顾 因为域名到期之后 后面会有一个赎回期 赎回期过了之后就是开放期 谁都能注册了 如果被别人注册了 但是域名还是你的 那你的域名主体就会很麻烦 所以说在进入赎回期之前 想给他把备案结网 现在应该是成功了 我刷新一下看看 还是代验证的状态 怎么操作的呢 这个不用去工信部的网站 在阿里云的网站就可以 阿里云有一个备案系统 当时是怎么备案的 现在就怎么给他取消 我这个主体下面有很多网站 所以说不能够删主体 也不能够取消介入 而是注销网站 在操作之前 各位也要问一下阿里云的客服 注销的时候呢 他会用工信部的网站 给你发一个短信 我收到了 然后根据他的指引 输入验证码 手机号 还有负责人的身份证号的后立位 然后就等着就行了 说说我为什么不要这域名 这域名也用了几年了 最近也不想用了 其实这算是一种断舍离 如果这个网站 或者这个域名 一年两年三年都 对你来说没有价值 那你留着它干嘛 明年还会有价值吗 后年你一直续下去 每年都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其实也没有什么 域名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如果以后想用了 该用了 那就重新再注册一个 再买一个 重新备案呗 这个小经验分享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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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